在中国北纬24度的广西西北部山区 隐藏着一个世外桃源 这就是被称为世界第一长寿之乡的广西巴马 巴马瑶族自治县主要居住着 壮族 瑶族 汉族等12个民族 在这个人口不到25万的小县 现有百岁以上的老人80多位 其区域长寿人口比例居世界第一 巴马老人为什么会长寿 这些百岁老人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走遍中国设置组走进广西巴马 开始长寿之乡 探秘之旅 这天一大早 我们前往被称为长寿村的甲转乡平安村 来访村子里最长寿的老人 在目标中的小孩 老人是老人吗 是王伯兴的小孩 小孩啊 你不是镬头 黄伯兴的老人是 明显是我老的王伯兴的 您爸爸叫黄伯兴? 您今年多大年了? 80岁了 80岁 那您父亲呢 这一百一啊 一百一了 那我们去看看吧 你看看 都坐好啊 今天有多大事是吧 今天有多大事啊 再跟他背 一百一啊 一百一啊 下一位 我听到老人家会唱歌 想都能唱出去吗 嗯 送啊 这位叫黄浦新的老人 生于1898年 从他第七十足的唱腔里 我们能感觉到他很健康 在长寿村里 像黄浦新这样的百岁老人 还有很多 这个要八十块 八十块钱 这个要一百块钱 这样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我一百零四岁了 一百零四岁了 他叫黄麻干 耳不聋 眼不花 还能说一些简单的汉语 平时他和妹妹黄麻学 经营着一家小卖铺 两位老人其实并不是亲姐妹 年轻时 他们嫁给了同一个丈夫 丈夫早些年已经去世 现在两位老人已经是儿孙满堂 闲暇时间 老人还能织一些土布 缝制绣花鞋 老人坐到织布机前 顿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手脚并用 反应灵活 很难想象 这是一位一百零四岁的老人 在这里 土布绣花鞋和百岁老人一样 受到外地游客的欢迎 黄麻干很善于经营 算账找零 头脑依然很清楚 三块五 在平安村两千多人口中 像黄土新黄麻干这样的百岁老人 就有好几位 按照联合国的规定 每百万人口中 有七十五位以上百岁老人的区域 就可以称作长寿之乡 在巴马不到二十五万的人口中 就有八十多位百岁老人 超出来国际标准的四倍还多 是什么造就了巴马长寿之谜 世上真的有长寿的秘诀吗 如果有 那又是什么呢 为了探寻巴马长寿之谜 我们拜访了巴马长寿研究所的所长 陈敬超 一九九一年 国际自然医学会的森夏静一教授 组建世界长寿调查团 来到巴马考察 陈敬超就参与到调查活动中 在调查中发现的一个现象 让专家们感到很是奇怪 在调查的时候 这些老人去世的时候 人们的印象说这老人是老死了 哪一个老死 没有人说这是病死的 所以这个地区我们去的 现在有很多迷 而且这个迷最终就是说 它这里的长寿人 大多数都非常健康 进一步的调查发现 这些长寿老人大多居住在巴马盘阳河流域 难道盘阳河里藏有神奇的长寿密码 经过专家多年的检测分析 巴马老人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跟神秘的盘阳河河水有关 盘阳河被称为巴马的母亲河 长寿河 盘阳河流经巴马的82公里中 有33公里的地下暗河 河水流经地下溶洞 五进五出 经过对地下暗河的勘察发现 盘阳河的神奇魔力 正是源于地下暗河 远看山有色 近听水有声 为什么居住在盘阳河流域的老人健康长寿 地下暗河是否藏有长寿密码 请继续收看长寿之乡巴马